我们看到这三组 这是美德赢台湾 然后这一组是中和民国要灭亡了 然后这一组没有行程在家里面 你怎么样看这三组 到目前的战略 而且柯文哲 很奇怪 这个蓝白都分手了 但是他还是觉得 我跟你讲啦 现在看好度最高 还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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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底哪来的自信 这叫做此时无声甚有声 对不对 你那种会不会赢 不知道 会不会赢 赛也会赢 这不是说废话吗 他一直都是讲废话 不过柯文哲我们先搁置了 然后这两天说句实话 要找柯文哲网路爬书 可能要爬之前的旧文 新闻都没有了 萧美琴其实 我讲萧美琴她做的一些事 是其他两组是没办法做的 什么 就是温暖 温暖 你知道这什么要温暖 为什么我说她温暖 她从头到尾从回来到现在 她有没有批评过对手 没有 没有 没听过 我没有听萧美琴说 哎呀 侯友宜怎么样 赵少康怎么样 柯文没有 她都没说 她都在讲 我现在正努力 要把台湾带到什么方向 对 她一直在讲这一段 这叫什么你知道 这叫做鼓舞人心 对 叫鼓舞人心 让你知道说 我回来不是因为 我要当副总统 我回来要把我们 一起走向更好 这是温暖的 那但是侯友宜这一组 从赵少康投入到现在为止 她也是一个鼓 她不是鼓舞 她是鼓噪 鼓噪 她在鼓噪人心 你知道吗 鼓噪人心 她煽动力算强 很强很强 就是鼓噪人心 就是我们在排队去买票 他就讲说 不要排队了 前面在卖黄牛票 大家去插队 你知道吗 这样 大家插队 然后警察都说 没有没有没有 他骗人 他骗人 去买黄牛票 就是这样 这叫鼓噪人心 鼓舞人心是说 大家我们好好排 今天的票很够 大家都买得到 所以大家很有次序在排队 所以一个是鼓舞 一个是鼓噪 这完全不一样 鼓舞会让人感到安定跟幸福 鼓噪会让人感到忧郁跟恐慌 所以说赵浩康所走出就是鼓噪 让人心躁动 让人心非常的愤怒 让人心非常的焦虑 就是这样 他走的就是焦虑跟鼓噪 而且他好像在选正的 他好像在选负 其实赵浩康出现的时候 后遇就不见 对 就后遇讲说 我告诉大家 柯文哲私信 你不要讲不要讲 我来讲我来讲 我告诉大家 票投民进党 不对 他都讲错了 对他讲错了 他太嗨了 对太嗨了你知道吗 因为主持人 他当常年当政治论节目的主持人 主持人 是不能够有政党倾向 要两边要平衡的 他这次真的平衡了 是个好的主持人 可是你是副总统候选人 你要鼓噪 要鼓噪得很漂亮 所以我观察了不同的选举场合 我到过 我昨天到沙鹿 到那个陆港 陆港 陆港一路走下来 你可以发现一件事 就是陆港每个人 看到你以后 他不是带到仇恨 他不会问你说 中华民国是不是要亡 他没有问你 他是说 将军 我们一起让台湾更好 我们一起让台湾更有希望 让台湾的未来更光辉 讲都是这样 可是你到另外的阵营去 哇那不得了啊 那个昨天台南那个地方 哇听说两三万人 可是每个人见到面都一样 我们不可以让中华民国灭亡 我们不可以让中华民国被消灭 你应该要 你要到天安门去讲 对啊 你要到天安门去讲 你要跟习近平讲 对 你要跟国台办说 对 你在中华民国的领土上 你在台湾 说台湾不要被消灭 谁要消灭你 解放军啊 对 谁要侵犯你是习近平啊 谁要并吞你 是国台办跟习近平要来侵略我们 那你怎么会变成 那个这么好的一个选举场 是温馨的 是希望的 是有未来的 变成什么 变成我们要被灭亡了 我们被消灭了 很爱打这种恐吓牌 所以我讲两个场合 你说感受到的那种氛围 完全不一样 对 一个是进去觉得我有希望 我这一票可以带来台湾的希望 萧美琴带来的风潮 这就是我没有给你仇恨 对 我没有给你愤怒 我告诉你选举是一件很感动 感动的原因是因为 我会变得更好 对 他的选举是什么你知道 他的选举是很愤怒很焦虑 就是你不投我就完蛋了 哇塞 那万一 两边气氛完全不同 那叫什么 逼迫投票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投我 你不投我就完蛋了 你一定要投我 不投我就灭亡了 我就这样 各位这种场合说句实话 一个是 不过去萧美琴带来出来之后 你会觉得肚子很饿 为什么太温暖了 想多吃点东西 一个参谈下 我会觉得很想喝水 为什么你知道 喊到口渴 说你到底要讲什么 我难道参加完你的招事场合 我就灭亡了 那如果你真的选不上 台湾真的会灭亡吗 我告诉大家 不会的 不会的 台湾依然会存在 而且会过得更好 因为相信温暖 比相信焦虑跟仇恨来得好 了解 感谢北辰将军 就是说气氛上也完全不同 这一组感觉比较有正向 就是正能量比较强 这一组就负能量 负能量爆棚 因为中华民国要灭亡了